房价高涨 安居不易 那么好不容易存了积蓄手购好宅 如何让家成为幸福空间呢 这就是考验着设计师的工艺了 这是台湾举办的一场 两岸四地设计交流大赏 众多知名设计师跟新秀齐聚一堂 互相观摩切磋 希望能激荡出不同以往的创意火花 第三届两岸四地设计交流大赏 日前在台北隆重举行 主办单位幸福空间邀请了 全球各地的设计名师 担任座谈会主讲人 让许多设计界的后起新秀 能借此向大师请议 从大陆的这个室内设计的 这个发展史来说 前一个部分还是很受到台湾的影响的 那么现在呢这个 我们都想有机会 能够跟同行的人 在这样一个平台里面进行交流 对 因为我们可能会有 更多的东西能进行碰撞 能够采生出一些比较好的一些 这个有价值的东西 活动现场不仅有座谈会 让设计师们交流观摩 激发更多创意 主办单位更设有净土比赛 可以给年轻设计师们 在各位名师面前大展创意 一较高下 村里十相碰见 谢谢周建斯 监斯 恭喜周建斯 监斯 其实有很多都印象都蛮深刻的 当然呢 里面有很多 在评计的过程之中 我们非常严格 我们有很多讨论 因为应该是谁获奖 我觉得大部分的水平都非常高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都非常难 各路设计好手郭武冠斩六将 从设计名师手中抱回胜利奖牌 但设计新秀们未来如何前进大陆 甚至进军国际 不得不听一听前辈建议 未来的风格趋势 其实整个全球经济体的发生很大变化 使用工具也不一样 生活习惯因为某些电脑科技发达 所以就跟着改变 现在就是中国经济崛起 所以关中国跟科技的连结 是一个为了很大的缺席 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培养不易 除了本身要有相当的美学及设计基础外 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大环境的变化 跟业主的需求 更在满足业主的规划之余 巧妙地融入自己独特的设计 这样才能让手中的物件 摇身一变成为幸福的空间 东西新闻 陈上瑜 吴寿山 台北采访报导